连结达人 Power of Connection 懂得连结是因为参与跨教会服饰才开始的 就如同做生意,靠的也是连结 因为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想把一件事做好,关系是很重要的 商场如此,福音机构更是如此 有时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 还真的是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 但若是做得不好,就成了众矢之地 人生中的无奈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要被迫表理不一 被骂假冒为善 被认为自以为义 所以,真实的你在哪里? 只有上帝是看内心的 人只能看到表面 有时说出来的话,连另一半都未必相信 承认吧,人就是这么软弱 一起曾是新泽西餐馆界的连结达人 他所经营的餐馆曾经有六家 认识他的时候也还有三家 同时也是一个知名餐馆 曾经供应教会及公司养老院便当的餐馆老板 老大哥 还是教会一位弟兄及知名电视制作人 小时候的玩伴 因为几年前的一场暴风雪 因着鸣发弟兄的鼓舞 那时才刚开始参与教会外的服饰 Good TV NJ推广团队 那年冬天 2013年 冒着风雪 呆呆的一个人 扛着Good TV的Banner Stand 及免费赠品 因着一位姐妹的关系 借用场地跟姐妹配搭 在一个快餐店 提供月子餐 免费试吃 而认识了这位老板 免费试吃 加免费福音 那时跟这名老板闲聊 他说需要有人协助他 电脑方面的需求 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今 这位姐妹的月子餐 做得有声有色 不需要广告 就有客户连番上阵了 而BRC更不用说了 这个餐馆老板 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之一 经营了30年的餐饮业 一些业了现在 真的很投入 也有许多的梦想 但是也要为他多祷告 很佩服他的毅力 人生有定向 我们退休之后 是不是也能有一个确切的方向 也求神亲自来带领 真的 很不喜欢每件事都做一半 但又无能为力 且难以持续 但是 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事 做太多 等于感觉没有做 但 相信 他有他自己 产生的影响力 我们只管 努力撒种 收割的是上帝 有一回 为一个很想找人 一起祷告的姐妹 为何不上陈岛县 县上有许多人呢 他笑笑 并且这么回答我 人太多 等于没有人 是的 以此类推 朋友太多 等于没有朋友 事工太多 等于没有事工 讯息太多 等于没有讯息 陈浅中 写于2017年9月21日 921大地震18周年 记一段餐馆打工的二三事 行 礼物丰盘 行 礼物丰盘 行 礼物丰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